第二个呢 他就强调 这个马克思的这个总体辩证法 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 历史主义方法 它具有这个非体系化和批判性的特点 批判性的特点 在这一点上呢 罗沙卢森堡啊 他强调 他说这个马克思总体辩证法的 这个方面内容啊 他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当时人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啊 所持的过时论和绝对真理论的观念 就认证了马克思哲学的非体系化和批判性的特征 那么过时论和绝对真理论呢 当时来说它是两种对立的 因为这个面临着这个新的这个世纪的这样一个变化 时代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有的人呢 就认为马克思的思想过时了 有的人认为了 他是绝对真理没有过时 那么罗沙卢森堡就认为 他说这种过时论是把马克思思想看作是过时的理论 他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理论和方法的现代价值 他说比方说白云斯汗就是这样的 他认为他是一种过时论 那么绝对真理论呢 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看成是移成不变的真理的体系 把他禁锢在旧的理论框架当中 否定了马克思思想的创造和发展 罗沙卢森堡就指出 他说这两种态度 对于坚持马克思的理论来说 是同样有害的 和这样一个两个观点不同 他就提出了这个历史主义 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 来看待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非体系化的 这样一个特征 强调他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无限开放的理论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方法论的研究它起什么作用 就是为什么这个第二国家 特别强调方法论的研究 罗沙卢森堡为什么要强调马克思是方法 他认为的应该什么 把马克思的历史变成法 贯穿到他的理论 他自身的理论当中去 去发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造成马克思思想的不完整的内容 也就是说马克思思想里面呢 有不完整的内容 然后通过他这个不完整内容的发现 去发展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理论 去创新它 这样罗沙卢森堡呢 就通过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非体系化和非批判性的这个认证 走上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创新的道路 用他的理论的创新啊 实践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这样一个彻底性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他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 我们分析啊 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他用这个方法的这样一个彻底性 批判性去审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理论 和马克思的理论 就是说对马克思的理论 强调他的这个不完整性的时候 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罗沙卢森堡在以这个历史的总体性范畴 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时候 就是说他不是像考词基那样 仅仅做一种理论的解释 或者说是对他的这个马克思的一些 没有涉及的领域做一些补白的工作 比方说这个马克思 没有去对这个家庭能力 他的维吾史观里面 没有对家庭能力去进行研究 那么这个考词基就对这个家庭能力问题 进行了一些研究 这个罗沙卢森堡他不做这个工作 他的创新在于什么呢 变革了马克思原有的解释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一个理论框架 他认为马克思原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理论框架 他是出了一个问题的 他是不完整的 所以呢 创造了一个能够有力的解释 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现象的一个独特的理论框架 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一个理论创新啊 就是说如果你的原来的理论框架不过时了的话 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很多这个解释系统啊 也就是没用了 我们说什么叫哲学创新 哲学创新不是说你前面哲学家说了什么事 我就说一个否就完了啊 不是一个内容上啊 或者这样一个就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的过程 而是什么 你原来解释不了的现象 我现在建立一种新的框架 能够把你的现象给解释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刘顿定理 刘顿定理不能解释与观世界的现象 它可以解释宏观世界 不能解释与观现象 那么爱因斯坦呢 他就可以创立一种相对论的框架去解释这个框架 那么他同时包含什么 他也可以解决这个刘顿的这样一个框架 所以这个思想史的发展呢 它是依靠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更新 来解释你前人所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 或者说新出现的这个社会 需要一种新的框架所解释的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这又涉及到对论识论和这个方法论的这样一个研究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和这个马克思的这个框架相比啊 就是从这个因为他们都是讲这个世界历史的嘛 世界历史 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比较 那么我们可以啊 就发现罗沙卢森堡的这个辩证法呢 它在说明这个框架上呢 有两点它是和马克思不同的 和马克思不同的 一个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当中呢 它引入了一个空间概念 引入了一个空间概念 就是说建构了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二元结构 当代世界发展的二元结构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 他基本上考察的是一个 运用的是一个时间概念 运用的是一个时间概念 所以他把非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 再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它是从这个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来说的 所以这个 那么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过程 所以马克思看到什么 是一个纵向的这样一个发展 仅仅描述一个纵向的发展 因为它是从这个逻辑上推的 所以它说你东方从属于西方啊 那么这个强调这个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就是说这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 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未来前景 就是说你总是要从属于它的 然后跟着这个走 所以他就没有把它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横向的里面来考察 而且呢 他比方说他还有一个啊 就是说他在强调资本积累的时候 他就把资本的原始积累 就是他的资本积累讲什么 他讲资本积累 他是把原始积累看成什么 资本积累的前期阶段 是吧 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以后 然后再进入这个资本的积累 所以他的资本认考察的是什么 他是不考虑原始积累的 他仅仅考察资本的积累 这样一个过程 资本主义在一个非常规范的 这样一个环境 就是完全的商品交换的这个环境下面 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认呢 就是主要是写这个什么 资本的积累它是如何可能的 也是在一个资本主义 一个全资本主义 一个封闭的这个资本主义环境下 来进行考察 那么这个卢森堡就认为啊 马克思这种考察了 他只局限在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内部体系 是根本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 世界发展的 因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 在现代的这个阶段上 必须面对非资本主义的存在问题 非资本主义存在 你一个世界的总体格局 你不可能只是一个 纯粹的资本主义环境 他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当中啊 他总是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相互关系里面发展起来的 相互关系里面发展起来 所以必须要从这个资本主义 和非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结构整体上 来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 相互作用不断构造 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由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像共产主义形态的这样一个过渡问题 所以这样他就要引入一个空间概念 那也就把马克思所说的 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啊 变成一个空间概念 变成一个横断面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认为在这个资本积累 就是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构当中啊 它不能仅仅是资本积累的问题 而且它应该包括什么 资本的原始积累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他对自身来说 西欧资本主义对自身来说 它是一个资本积累 但是对于它和前资本主义的关系 就是说对东方国家关系 它是一个什么 采取的是原始积累的这个方法 所以掠夺你的这样一个资料 掠夺你的能力 就是说 所以它实际上这样一个 充满暴力的这个过程啊 不仅仅发生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 就是说资本主义 它不可能是纯粹的 在世界历史当中 它一定是一个二元结构 正是引入了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它就形成了什么 罗沙卢森堡在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 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各个领域 都和马克思的理论发生了差别 所以它对马克思的 这个一系的理论 做了一个修正 一个修正 就认为啊 这个在整个对资本主义考察当中 你不能仅仅运用这样一个时间概念 而应该运用空间概念 应该运用空间概念 这是他对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 辩证法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第二个呢 在这个思维和存在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呢 它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一种价值联系 创造了一个价值的思维向度 创造了一种价值的思维向度 就是说马克思初在这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他在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发展的时候 这个这个是要主要解决问题 主要是什么呢 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批判 所以马克思当时理足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理足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揭示了思维 揭示了这个这样一个 这个人类思维啊 和实践之间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关系 技术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通过这个生产力工具系统揭示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什么 它的一个我们 我们你们学原理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 他们之间什么 有一个技术工具系统 是吧 有工具系统 由于工具系统呢 决定了你在一个经济环节是什么样的 你的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么你的经济关系就是就是什么样的 所以它只有技术系统决定的 这样的就确定了什么 确定了一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也就是说思维和存在理论和时间之间的 这样一个理性的这样一个思维项度 那么和这个马克思不同 这个罗沙卢森堡处在这个资本主义 走向垄断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资本主义的深层的历史环境和上层建筑 价值的能动性是这一时期的哲学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那么面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罗沙卢森堡转向了对能的深层价值的研究 就是你资本主义啊 你要有一个深层问题 这个深层问题是什么呢 它不是靠理性说明的 是靠价值说明的 是靠价值说明的 所以这样呢 它就要揭示思维和存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个价值联系 这就确定了价值的思维项度 所以从理性思维到价值思维的这样一个变换 就是由于这样一个变换 罗沙卢森堡不仅更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问题 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宏观规律的研究转向了对微观文化的一个研究 就是它这个转向 虽然它自己没有提出对这个微观文化 像这个西马那样提 西马马克思主义那样提 但是它把这个环节啊 已经提出来了 已经提出来了 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 它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说明 特别是对这个民主建设的说明 它和列宁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包括这个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卢卡奇 上次我开会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 我也是这样说的 就是和卢卡奇的这样一个区别 就是卢卡奇 这个列宁卢卡奇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就是说以为这个社会主义民主问题 只要通过这个革命就能解决了 就是通过一个宏观的革命就能解决 但是罗沙卢森堡就认为不行 宏观革命只起什么作用啊 只起这个社会制度变革的作用 就是说你一个国家从这儿到那儿 就是从一种形态到另外一种形态的变革 它是通过革命的 但是你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是在一个微观的通过一种自主性的这样一个发展来自发性的理论 所以他强调这个对自发性问题的研究 就是说他认为什么你这个革命的问题 你这个革命的问题只能解决社会形态的变化问题 而你这个民主的问题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革命的问题 所以它不可能通过革命来完成 如果你老是寄托于这个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主的问题 你的民主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民主的问题 它是一个什么 由这个自发 就是它的自发性理论就是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要通过这个法律的这样一个变革来解决问题 逐渐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完善来解决问题 所以你要探讨这个法律应该是什么样子 它应该是怎么规范化怎么走 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 它对这个整个这个民主建设的问题 就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宏观的层面上 而是深入到一种未观层面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论 所以后来得到重视 但是能不能再思考 凡是思考这个 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一些后马子主义会 重视这个罗沙德森堡的思想 就觉得他对这个民主模式的 这样一个建议提出了很多的这样一些构想 当然这个课堂上我们不可能讲那么多 但是他大家我们有书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看一看 就是他的很多思想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值得研究的 所以他这样他就由这个宏观的 对一个宏观规律的这样一个考察 进到了对一个微观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研究 那么罗沙卢森堡正是因为创新了马克思考察 资本主义世界理论的框架 这样就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原则可以说贯彻到底了 你说你是彻底的批判了辩证法 那么他把这个原划贯彻到底的时候 他就和马克思这个历史辩证法达到了一致性 所以我们说他和马克思辩证法的一致性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他把马克思的这个辩证法的彻底性和革命性贯彻到底了 他们在方法上是一致的 继承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方法 但是呢他们在理论上是有相当的差异的 这就构成了这个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理论的这样一个创新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 由于这样一个创新呢 所以罗沙卢森堡能够对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影响 同时呢也可以对当时的这个帝国主义理论 做一个新的说明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一下 就是讲一下这个罗沙卢森堡啊 就是卢卡奇对这个罗沙卢森堡的一个评价 对罗沙卢森堡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这个罗沙卢森堡的思想 可以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反这个反复讲的 就是他作为创造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 都超过了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而成为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所以呢卢卡奇啊就沿着这个他的这样一个辩证法思想 就是说来开创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传统 那么这个哲学传统啊他对这个罗沙卢森堡思想的一个评价啊 一个呢是强调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总体辩证法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在这个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啊 卢卡奇斯把卢森堡对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分析 看作是他的历史辩证法的一个有机整体 有机整体把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呢 就定义为总体性的辩证法 所以来散发的这个辩证法的特点 他第一个特点呢他认为卢森堡的辩证法呢 是方法认的总体性 方法认的总体性 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卢卡奇在讲这个卢森堡的这样一个方法认辩证法的时候 包括他自己强调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啊 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就强调马克思的方法 因为在这个卢卡奇在西方马克思那儿 同样面临着一个理论的突破问题 所以他同样要提出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他只有通过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研究 强调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彻底性 那么他才能够啊 超越这个旧的理论而过渡到新的理论 所以一种理论和另外一种理论的联系 哲学变革之间的联系 刚好是通过方法论打通的 方法论打通的 所以他就强调这个罗沙卢森堡的 这样一个方法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认为卢森堡的这样一个辩证法呢 是一个历史的辩证法 历史的辩证法 这个历史的辩证法讲什么呢 他就说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总体性的辩证法 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而且具有理论意义 这个理论意义呢 就是他的资本积累论 就是他的资本积累论 所以他强调了这个资本积累论 那么在分析 罗沙卢森堡的这个资本积累论的时候呢 他对这个罗沙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 和列宁的历史辩证法之间的 这样一个异同关系 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从相同点看啊 他说罗森堡呢 和这个列宁呢 都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个历史辩证法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继承人 但是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启者 就是他们两个 一个是东方 一个是西方啊 作为这个整个20世纪 开启了这个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 他们是从不同的方面呢 发展了马克思的辩证法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呢 可以把两部著作拿的比较 一个是罗沙卢森堡的资本集累论 还有一个呢 是列宁的国家鱼革命 国家鱼革命 所以这个 他们可以说都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发展 但是这样一个发展呢 他的研究的问题和视角是不同的 他说列宁呢 列宁的问题呢 问题史就成为这个 19世纪欧洲革命的一部内部史 罗沙卢森堡的文献史呢 表序了表序则发展成 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成和扩张 而斗争的历史 而斗争的历史 当然这个 他这个开话不一定很准确啊 但是他却指出来什么呢 就是说列宁继承的是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动力论的思想 就是他的这个 强调马克思的技术和理性方面的 这样一个思想 而这个 他说代表了这个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革命的思想 而罗沙卢森堡呢 却是代表了什么 讲的是马克思的 在一个 关于价值理论的这样一个思想 价值理论的这样一个思想 所以他认为他们两个人的 这样一个哲学思考的向度呢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那么第三个呢 他强调了这个 罗沙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 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就是他所说的 这个卢卡奇所说的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呢 是以承认历史主体的 能动性为前提的 他指的是历史主体的能动性 那么这种能动性呢 他认为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阶级和历史过程当中的辩证法 一个是这个阶级和历史过程辩证法 这样一个辩证关系 也就是什么 阶级作为思维主体和现成历史过程的关系 就是作为一个阶级啊 阶级这个概念是什么 他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行动的主体 他同时是一个思维的主体 所以他会有这个阶级意识 就会有一个阶级意识 所以这个他就强调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卢卡奇就认为了 他说这个罗沙卢森堡 从早年到晚年 始终是坚持这样一个历史的 辩证法的一个历史观 他把阶级政治斗争 看作是资本主义历史过程当中的 最重要的环节 最重要的环节 强调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 必然引起社会和政治冲突 而这些冲突呢 最后到资本主义的崩溃 所以这是他强调 就是说在这个卢森堡那儿呢 他的阶级概念呢 他实际上是有两重性 一个是他作为一个思想的主体 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识的问题 思想意识的问题 一个是作为一个实践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强调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认识和行动之间的 这样一个统一 在卢森堡那儿呢 他对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通过党和革命组织的认述 揭示出来的 就是讲这个党和革命组织的 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 卢卡奇呢 对这个 卢森堡的这个思想啊 也作了一个充分的肯定 充分的肯定 那么这个肯定呢 就体现了这个 卢卡奇和卢森堡这个思想之间的 这样一个一致性 但是呢 卢卡奇和卢森堡的总体性范畴啊 它是根本不同的 它是根本不同的 那么这样一个不同呢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就是我们分析的话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 是它的研究对象不同 研究对象不同 就是说 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总体性范畴呢 主要的是用于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现象 而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主要是用于分析阶级意识 这是和他们的这样一个 十九世纪末和二世纪初 他们的这样一个 面对的这个世界历史发展 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不同的 这个观点为什么说不同呢 就是说这个罗沙卢森堡 因为他用于分析帝国主义现象 他所思考的什么 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是吧 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所以第二国际的这样一个思想家 他和这个列宁的这个列宁一样 无论如何在第二国际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这个时期 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 他都是国际化的 就他们的争论啊 都是在一个国际环境里面 而且他们研究的问题 研究的视野呢 也是一个国际性的 也是国际性的 但是到了这个二十世纪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叫什么呢 他就是从这个对国际 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性的研究 返回到对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个思考 就是退回来 退回到民族问题的这样一个思考 他们为什么会退到这个民族问题的思考呢 就是这个列宁和卢生堡 他们的真正的是关于这个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和世界这个帝国主义的发展问题 所以他都是一个世界化的这样一个视角 那么世界化的视角 他提出了什么 所有我们说的是一个普遍真理 是吧 是一个普遍真理 所以他强调的这个整体的东西是什么 普遍性 但是呢 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 就使他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那个普遍性啊 不能处理我这个特殊性 不能处理我特殊性 你在总体上 你十月革命也胜利了 而且呢 你这个问题的处理呢 就是说你用这个革命的方法 解决了你的问题 你夺取了这个无产阶级的政权 但是在我这个地方 在这个西方 你的这个苏联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只适合你苏联的这样一个国情 因为你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 落后的这样一个国家 你处在前种主义社会土地 这个整体的啊 还处在一个农民春色的这样一个基础 那么你的基础是什么呢 你的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它是一个直线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上层建筑击了 那么它的经济基础也可以变化了 或者说你把它经济基础给改变了 那么你上层建筑马上也就立刻发生变化了 但是在西方社会不可能 西方社会在经过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 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以后 它生长出一个广大的这样一个市民社会层 那么这样一个市民社会层呢 使你这个即使你经济崩溃了 你的上层建筑一样都不会崩溃 所以你在经济上进行了革命 进行了这个经济的革命 但是呢你的这个阶级意思不行 你的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权还是不会崩溃 所以苏联的问题呢也是一个民族性的 你不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对我的这个西方有用 所以这样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啊 就从这个国际化退回到民族性 从普遍性转向了一个对特殊性的这样一个探讨 这样一个探讨体现在罗沙卢森堡和这个卢卡奇的这个研究当中呢 所以罗沙卢森堡用于分析帝国主义现象的时候 他是讲的一个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而在卢卡奇那用于分析阶级意思的时候 讲的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 是一个西方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 何以可能的问题 所以他们研究的这样一个对象和问题呢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这是一个不同 第二个呢就是对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 世界历史的发展的一个判断不同 那么在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时候呢 这个罗沙卢森堡强调的是一个决定论 这个决定论讲的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客观必然性 他讲的是什么 即使你社会历史发生的 就是说整个哪怕有局部的革命 你是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 主流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方向呢 那么这个方向呢就是有一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体系的建构时代 如果资本主义的体系建构不完成 那么呢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这个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啊 他没有走向终结 当他没有走向终结的时候 你局部的革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方向 所以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是世界性的 那么同样的比社会主义也应该是世界性的 所以社会主义只能是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完结的过程当中 然后发起革命 然后你社会主义才能在全球取得胜利 所以他就从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社会主义的这个观点呢 来认证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问题 而且他把这个 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革命 不仅仅是一种革命 是一个社会制度 它同时是一种经济形态 你这个经济形态如果要是 因为你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形态 你没有一个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 你怎么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呢 所以卢沙卢森堡就认为 你要这个社会主义要真正的取代资本主义 你要有一种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经济形态 你才能够最终 如果你是上层建筑 你都是你说我是革命是什么 但是你经济上面 你没有一个取代资本主义 这个经济运作规律的一个方法 那么你是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的 也就是说你是不完整的 所以他就把他这个拉得很厚 虽然这个相对于这个白恩斯汉来说 卢沙卢森堡是一个革命派 他是主张用革命来解决问题 强调这个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当中 革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认为这样一个革命所起的作用 真正能导致资本主义 走向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任务 不能在现阶段发生 现阶段是不可能的 而是要等到这样一个 经过一个漫长的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体系的 这样一个建国构成才能发生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那么和这个 和这个卢森堡不同呢 就是说我们说了 卢卡奇呢 他是一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采取了一个批判马克思主义观点 他认为现阶段的革命呢 就是一个夺取无产阶级政权 来建立新的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实际上他就把革命呢 如果说罗沙卢森堡 把革命推向了一个 很久远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无产阶级的总体革命 推了一个很久远的阶段的话 这个卢卡奇呢 是把这个革命呢 看作是现阶段的这样一个论务 在这一点上呢 他和列宁的这样一个观点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罗沙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定义呢 就是说帝国主义是一个延长了的资本主义 是一个延长了资本主义 就是说他延长了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寿命 本来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这个体系的内部 就是在西欧资本主义体系内部 他已经是发展的空间非常有限了 但是他却借助于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借助于这个东方的非资本主义国家 找到了新的掠夺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就延长了他的这样 叫做资本主义啊 这个寿命就开始延长了 就延长了就可以发展了 他是那个这是卢森堡 所以他说这个资本主义呢 是延长了 帝国主义是延长了的资本主义 就是说是 然后呢就强调这个 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个阶段呢 是一个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的建构阶段 就是说在以前他只是在西欧 那么这样他就走向了这个世界体系的建构 他说这个马克思所预言的这样一个革命呢 还非常的久远 虽然马克思预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他说是要发生的 但是他非常的久远 在世界范围内是很久远的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啊 列宁在讲什么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 这个大家可能很熟悉 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是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权业 就是马上啊 这个革命就要发生了 这个共产主义就要到来了 就要取代资本主义了 所以这样一个列宁和这个卢森堡 对这个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放到这个和卢卡奇的这样一个思想 因为卢卡奇也是一个 就是说他和这个西方马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啊 就是强调这个时代啊 是一个我们说了 这个时代是一个战争和危机的 这样一个并存的时代 也是革命和战争啊 并存的时代 能不能希望用革命来解决危机 使能给人类一个新的出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是就是说 这个时候能不能更相信革命 能够带来这个时代的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卢卡奇呢 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判断呢 就赞成了列宁的观点 强调通过革命 而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历史转变 走向一个历史转变 所以尽管这个 他们是对这个资本主义啊 就对这个西欧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革命失败的一个 教训的一个回顾 但是呢 对于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对无产阶级革命 所带来的世界全体呢 他们是充满了信心的 充满了信心 所以在这个 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判断上呢 他们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就说 呃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个 呃 罗沙卢森堡的这样一个 资本集内理论 它到底有没有什么道理啊 有没有什么道理 所以呢 我们这个问题呢 我们我们 呃 下一次课再讲吧 下一次课讲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